挖掘新聞人物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這個活動的主持人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還有媒體人林志文 鄭大哥 觀眾朋友大家好 志文兄 是我們這個新聞 這個媒體現在全備 製作人 謝謝 另外是命理老師 廖美蘭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命理老師 謝彥謹 謝老師 鄭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麼我們今天主題是司馬忠援 不怕鬼 這個鬼故事的大師司馬忠援 他一月初急性肺炎過世了 那麼享受九十歲 九十歲算不錯了 這樣 那麼 以這個口頭禪變成這個 大家朗朗上口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全世界都怕鬼 唉唷 恐怖 恐怖到了極點 我講起來就沒那個味道 這個他說他不用寫自傳 因為鬼故事就是他的故事 所以司馬忠援也跟鬼之間 好像就有一個 不解之緣 不解之緣 讓他講起來就不一樣 恐怕他也常常看到 那麼我們今天也因為司馬忠援 來講一些靈異的故事 我告訴你 英文有這句G-H-O-S-T 還有Ghost 標是說G-H-O-S-T 標是說我們台灣人 中國人 你說鬼 那麼其實西方人也有這個字 所以西方人也有那麼驅魔大師 對不對 西驅考課 對 那個他們也有 華倫夫婦 華倫夫婦 對 就是驅魔的 那個什麼 利茵房 阿納貝爾 阿納貝爾 是 那個票房都很好 大家特別愛看 所以有時候他也是 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志偉來講一下 他是在臺文講 講鬼這個事情 是怎麼奏紅的 對 其實剛剛正大哥你講的那個 恐怖 恐怖的人起點 其實他自己 因為我採訪過司馬忠援 在十幾年前 那那個時候就是因為要做一個新聞專題 那我們都很好奇 就是說 因為我都叫他司馬伯伯 其實司馬忠援 不是他的名字 但是他的筆名 他不姓司馬 他的本性是姓吳 他叫吳岩梅 所以那名字蠻中姓的 他梅是玫瑰的梅 對 那那時候 就是我就很好奇說 這句話 你怎麼會發明出這樣子的話 中國人怕鬼 西洋人也怕鬼 那可能志偉哥也知道 那他自己有講 他說其實那個是導播教他的 有一個導播跟他講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細節 我們待會可以再聊 那他自己有講說 為什麼他 他怎麼會在這個 我們講很多人都認知 他司馬忠援就講鬼 因為其實他有主持過一些廣播節目 那他也出過書 那書當然就是有一些鄉野奇壇 那廣播節目也是在聊鬼這件事情 那他其實小時候是在中國出生 那他是十五歲從軍 十六歲跟國民黨 國民軍 一起來臺灣這樣 所以他說 他其實都沒有念過什麼書 他念書是自學的 所以他說叫他作家 他自己覺得好像抬舉我了 不過就是寫一些大眾文學 大眾文學就是寫這些鄉野奇壇 大眾的 對 寫一些阿飄 寫一些因果 那他講說有些故事 因為我們會好奇 那你講鬼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他說因為他 他都是他看到的 他聽過的鄉野傳奇 真真假假 那你像不像世界上有鬼 他問我這句話 我說我相信 那所以就是真的 所以其實你要問他講的鬼故事 真還是假的 他都是這樣回答你 因為我們通常在講一個人 我們就是講說 要相信世界上有鬼 但不要相信他那一張嘴 對 女人都講說 寧願相信世界上有鬼 不要相信男人那張嘴 就像剛剛正大哥講的 所以他不會告訴你 那真的就是他讓臺灣觀眾 很熟悉的就是 那就是我要問那個志文哥 就是那個玫瑰之夜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 那時候好紅喔 曾慶瑜 捧恰恰 對不對 製作人就坐在這裡 那不是十點吧 禮拜六嘛 十一點半 那個單元十一點半 這節目只有十點開始嘛 對 他那個單元就是那個玫瑰之夜 你今天會這麼紅 我有一點功勞啦 跟你講 我都有看啦 我們也都有看啦 那是 拜託 那個時候那個節目是萬人空巷 特別是那個單元鬼話連篇的時候 而且裡面都還有那個什麼目擊觀眾記靈異照片 那那個司馬作人當時就是在這個節目裡面固定 然後後來就有些綜藝節目 因為他紅了之後 很多綜藝節目就會邀他去講鬼 那甚至後來不是那個鍋子前還模仿他嗎 對啊 所以說其實他因為這個節目 因為他自己主持在家他出了書 所以只要想到講鬼 就是去找什麼 那為什麼他說他沒有喝孟婆湯 這個也很有 知道前世 對 這也很有趣 因為他跟我講說 我真的是半信半疑 可是就很神奇的地方 他說 他就說 我說那那個司馬貝貝 那請問你說你講的果物是真的 那有沒有什麼沒聽過的東西 我在書上或是電視節目沒看過 說我跟你講一個秘密 我說什麼秘密 你知道就是我們人死之後 是要過奈何橋 我說我知道啊 那戲都有演 要喝一個孟婆湯 我知道啊 以前土地公傳奇也演過嘛 還有一首歌叫孟婆湯 遊鴻銘唱的這樣 我就這樣跟他講 他就說好 我跟你講 真的有這件事 我眼睛瞪得很大 所以呢 他說有這件事情 而且我沒有喝孟婆湯 我說你為什麼沒有喝孟婆湯 他說因為我逃過了 喝孟婆湯的時候 那那怎麼一回事 他說他下去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孟婆 非常凶 你不管你要喝不喝 他就是把你抓過來 逼你喝下去 下去的時候是下去哪裡 就是下去地府嘛 他死了 就是人死了下去地府 要下去地府 對 然後你就是要過奈何橋 之前要喝孟婆湯 孟婆會煮個湯 對 孟婆煮個湯 你喝了那個湯 你就會忘記前世的記憶 那該投胎看你六道輪迴嘛 看你去哪一道 畜生道還是什麼 你就會忘記你前世就對了 所以他就說 他那時候他被架著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被逼喝 他就看到旁邊有個桌子 他就躲到桌子下面去 逃過了孟婆給他喝孟婆湯 然後那時候他逃過 他走起來的時候呢 有兩個親衣人以為他已經喝了 就架著他說 你走這一道 人道你知道 就是他可以投胎還是當人這樣 所以他就投胎 有一道是畜生道 他有六道 六道 也有 也有去當昆蟲的啊 什麼的 或是你就是要到十八層地獄去受刑 如果做壞事的話 我那時候眼睛燈得很大 我想說 我內心想說 這應該是唬爛的吧 怎麼可能 他說我跟你講 我出生的時候 因為這都不可考了 因為他已經來臺灣了 那他的親人什麼的都在中國 我跟他說他出生的時候 張開眼睛他就會講話了 一出生就會講話了 對不對 然後還講說 我的手怎麼會這麼 我的手怎麼會這麼小 因為他的記憶他是成人嘛 對 然後呢 他那時候就這樣講 把所有人嚇壞了 那我說那你怎麼知道 他說我爹 我娘告訴我的啊 我說那還有呢 他說 他還有看到 他說在他一兩歲的時候 他不是會講話而已 他會認智 那個牆上有貼一個春蓮的春 那個符嘛 他就唸 那個叫符 結果他的叔叔就說 你們生了一個妖怪 怎麼可能一兩歲會講話 太離譜了這樣 然後所以接著問他說 那是馬伯伯 請問那你的前世是男生女生 啊是什麼人這樣 他把名字講出來 他說他的前世是女的 叫陳三姐 他連名字都講出來 女生 殺技啊 對 那他自己當然也會疑惑嘛 然後也旁邊的人聽他講 他就是可能他的就是來臺灣做他的朋友 他的妻子這樣 那聽他這樣講也覺得很玄嘛 那他要去查證這件事情 這個人他沒有跟我講說 這個陳三姐這個人 到底是在中國大陸 還是在臺灣 我印象有點模糊了 他只是說他有去追本溯源 他去找到了這個陳三姐的家 的家人 還是夫家之類的 就是說真的有這個人 這個人是我們家童養媳 可是因為就是可能有些時候 宋穴家當童養媳 根本就變用人嘛 然後後來就長大之後 就是根本也沒有嫁 就是被虐待 後來這個陳三姐 就上吊自殺 所以他是上吊自殺之後轉世 所以他等於是被虐待 那很痛苦嘛 所以就還是讓他當人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討論一下 孟婆湯好不好喝 先休息一下 廖老師 有 孟婆湯煮鼻什麼 鄭大哥謝謝你給我解釋 我有準備 我昨天做這個塔做到半夜兩點多 因為我想把他就是說整理一下 讓觀眾比較清楚一點 剛剛那個志偉有講到說 我們到這個地府 其實地府要經過奈何橋 然後我們要投胎 有時候要等一下 對 對 對不起 那奈何橋為什麼叫奈何橋 因為就是很 因為我們人 就是在人世間 其實有很多的情 親情 愛情 還有我們放不下的親人 所以無可奈何才渡過那一座橋 對 那渡過的時候會有聲音嗎 因為好像有時候晚上 都會聽到女生這樣 那算奈何嗎 奈何 對 無可奈何 那我來解釋一下就是說 那奈何橋有多長 很長 那沒有辦法計算 沒有辦法計算 非常非常的長 譬如說黃泉路就非常的長 黃泉路很長嗎 對 有七段嗎 很長 中山北路的七段 中山北路的七段 很長 那沒有辦法 淹平北路也很長 淹平北路也很長 對 我們看好像是沒有辦法 就是從志意上面 沒有辦法看到它的一個範圍 可是我們在 其實我們怎麼講陰間或是陽間 其實就是一個宇宙 那個太大了 我們有機會再來講這個 那今天來講一下就是說 我們人過世的時候 就會經過鬼門關 如果進到鬼門關 真的我們就成為鬼魂 那到鬼魂的時候 會走一條黃泉路 那鬼門關有人顧嗎 有啊 一定有的 一定有的 一定有灰災 我們不要去哪裡可以嗎 也有人會回來耶 等一下我會講到一個 沒有進去鬼門關 又回來一個真實故事 這個要學喔 對 真的很重要喔 對 很重要 告訴你 我不要去哪裡 看一下怎麼回來 有一個方法可以回來 是我們隔壁村的小時候 一個真正隔壁村的回來了 對 那個我等一下會講 黃泉路 對 我們要走黃泉路 其實這在我之前節目 在節目中也有提過 那黃泉路是一條 很長很長的一條路 那旁邊就有這個彼岸花 為什麼會有孟婆湯 跟這個彼岸花有關係 因為這個彼岸花就是 紅色的花在兩旁 然後在佛教的經典裡面 我們的這個廟法 蓮華經裡面 就有講 法法經裡面 就有講到這個彼岸 那彼岸其實就是 一對很相愛的一對情人 然後因為他們就是被處罰 一千年 反正他們就是 不能見面 然後後來他們違背了 然後就偷偷見面 然後被處罰 變成彼岸花 就是叫曼珠沙華 然後這個花叫曼珠 葉子叫沙華 然後他們就是有花的時候 就沒葉子 有葉子的時候就沒有花 讓他們一千年輪一次 都永世不能見面 那為什麼 因為 花跟葉不能 永世不能見面 對 永世不能見面 因為太執著於這個愛情 太執著 放不下 所以我們會經過黃泉路 就是黃泉路 那為什麼叫黃泉 黃泉 黃泉路就是 這一條路的旁邊 有一條河 這個河就是好像滾滾泥流 像黃色的這個泥流 很像黃河的 旁邊是滾滾泥流 對 就像黃河一樣 那這個中間含有一個三生石 有一塊石頭 這個石頭是青綠色的石頭 然後上面寫著 早燈彼岸 早燈彼岸 那是雪紅色的顏色 然後我們會經過旺香台 其實經過旺香台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才會知道自己 有的鬼魂才知道自己已經走了 會看到自己故鄉的親人 放不下的人 所以我們在 旺香台 是站上去會往回看嗎 沒有旺香台 它有一面鏡子 然後一面鏡子 你會看到你的親人在扮傷 然後知道自己過世了 然後會捨不得 放不下 然後我們在這個書裡面 就是經書裡面有一句叫 旺香台上哭哀哀 就是這個亡靈會靠得很慘 就很捨不得 放不下這樣子 那有的是妓口的 看得出來 沒有啦 大家都去過分 人家講一句要死人敵 他會很很直白的表現他 他捨不得放下他的親人 不是 有些人真的啦 有時候會婆媳得很壞 媳婦看到婆婆走了 還是哭在那哭假的 沒有啦 那是人 那旺香台不是回來看那個 沒有 它是在這個 我們的這個旺香台 其實就在奈何橋上 在奈何橋頭那邊 有一個旺香台 然後要 就是要過這個奈何橋 它會讓你看到那個旺香台 讓你再看一下親人 看親人在哭泣 再捨不得 對 有的假哭鬼就會知道 鬼會不會知道 心不妓口 對 這樣就沒面子 對 然後呢 為什麼會有孟婆湯 就是因為旁邊 就是有一個旺川河 那旺川河呢 就是叫做眼淚之河 它是我們痛苦的 痛苦的眼淚 洗開心的眼淚 洗的眼淚 悲的眼淚 怒的眼淚 所有情緒的眼淚 去聚集而成的 孟婆去聚集而成 這條河 很鹹喔 所以孟婆湯就變成說 有乾苦 辛酸 鹹 這個很複雜的味道 所以這個孟婆湯就是說 要讓你忘記過去的這些人 因為彼岸花它會喚醒 我們累世的記憶 所以你一旦到黃泉路 你脫 脫掉這一個 我們這個肉體以後 你就記得前世 所以叫三生死 三生就是過去 現在 還有未來世 你可能都會在 那個時候你會知道 所以喝孟婆湯 就是不要讓你知道 執著於過去是 因為在這裡會看到 你最放不下最愛的那一個人 可是司馬忠也沒有喝 他這輩子過得也不錯啊 對 那就要看個人啊 因為他已經來台 他沒有再回去找很多 來 孟婆湯喝 阿母湯在山上 打飯就打飯了 沒關係 跟各位吃醬 還有一招 對 兩人都無限量公益 是 那剛剛有講到奈何橋 就是說奈何橋上它分了三層 上面是紅色的橋 就是你有行善積德 就會到這個上面的橋 中間那一層是玄黃色的 就是說一般就是 沒有很餓也沒有很壞 也沒有 大善 那下面那一座橋 就是黑色的橋 就是你作惡啊 做了很多壞事 對 所以我們就會說有這個 黑色的橋賣香腸的呢 黑色的橋 黑色的橋 這也好吃啊 很好吃 很好吃 那跟那不一樣 陽間的陰間 對 所以就是說 經過這個奈何橋 就會分配到你這個六道輪迴 你是好的不好的 然後要行惡 可能要到地府去受處罰的 這樣子 對 廖老師你都沒有去過 你怎麼知道那些情形 好 這個其實 不一定要去可以知道 其實很多經書裡面都有 比如說道教的書 然後還有佛教的經典 還有玉立寶超市 最經典 蓄穗的最最詳盡 那我知道的時候就是說 你要講精準 我要叫Tek去走一趟回來 對面跟大家報告 那要不要先教我怎麼從鬼門 關門 對耶 不知道什麼 這樣買不到 我如果再煮錢 你穿 是 那我剛剛是不是說 其實我們就是很多人 沒有喝孟婆湯 知道前世的故事也很多 比如說 紀錄片裡面很多 對 真的是很多 我看過 我很喜歡看這一類的紀錄片 比如說以前林志作的節目 我都是忠實的觀眾 我超愛看這個 因為我比較靈異體質 我從小就會接觸一些 一般人接觸不到 所以我對這個特別想去瞭解 這樣子 那比如說我知道一個紀錄片 其中 這只是其中之一 就是我印象比較深刻 那就是一個 一個是這個英國 英國做的一個紀錄片 但是這一個紀錄片 是美國的一個博士去做的 那她就是一個 叫諾瑪的媽媽 因為她的小孩就是告訴她 對 告訴她說 一直 她從這個孩子會 開始講話 除了講爸爸媽媽 第三句就是一直講 巴拉島 她想去巴拉島 然後她的媽媽 巴拉是個島 對 她就問她說 因為巴拉島離這個 諾瑪跟這一個小孩 這個小孩叫卡梅倫 卡梅倫他們跟媽媽住的地方 離這個 這一個叫巴拉島 有兩百五十七公里 也滿遠的 那她媽媽就說 我們沒有去過那個地方 她說那是我的家 我的家在那邊 對 然後她就說 我記得我的媽媽 跟你長得不一樣 她說她那一個媽媽 是長頭髮 一直垂到這個腰下 很長的頭髮 那後來她的爸爸叫蕭恩 她的爸爸是因為車禍而過世 那後來 蕭恩就是 諾瑪的太太 的先生 不是 蕭恩就是這一個 卡梅倫的前世的爸爸 她說她的爸爸叫蕭恩 她記得 然後因為她爸爸車禍過世之後 她媽媽把那個很長的頭髮 就剪成短頭髮 那他們在那一個巴拉島 是一個島嶼 然後她說她小時候 她記得她的房子就是 一間白色的房子 然後那個房子很大 對 有三個廁所 不像他們現在住的 只有一個廁所 她不太習慣 然後她有三個兄弟 對 她有三個兄弟 還有一隻黑白狗 然後他們住在那個海邊 常常會看到那個飛機 降落在沙灘 有飛機囉 對 她的印象就 非常非常的深刻這樣子 那她這個媽媽 就常常聽到 這個孩子這樣講 她很想念她的爸爸媽媽 她很想過去跟她說 我現在在這裡 你們是不是也很想我 那我過得還不錯 她也想她的兄弟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跟她媽媽講 那她不能回去 她就很沮喪 所以這個洛瑪就很想 完成這一個小孩子的 一個心願 確實有巴拉島這個地方 對 然後後來她就 投訴到電視台就是說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有一間白色房子這樣子 那後來投訴這個 就是媒體之後 就引來很多人的注意 對 所以就有一個 美國的一個博士 就說好 跟著這個電視節目 要到巴拉島去探究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一個地方 好 這個這是英國 發生在英國還是發生在美國 英國 因為發生在英國 是個美國人去紀錄 對 一個紀錄片 等一下我們這個繼續討論 好不好 來 先休息進完告 好 那麼剛剛廖老師講到這個紀錄片 是 那接下來怎麼樣 他們就真的就這個洛瑪跟著這個新聞台 就是媒體 然後跟這一個美國的博士 就去那邊 就真的找到這一間 跟這一個卡梅倫 白色的 大的房子 對 在巴拉島上 可是進去之後 這個卡梅倫滿失望的 因為都看不到 他的爸爸媽媽跟他的兄弟 然後據說 人去樓空嗎 對 據說他們已經過世了 可是就是看到牆上 就是牆上有一張照片 就是蕭恩跟他 長髮垂肩的老婆 還有三個小孩 就是卡梅倫的 之前的兄弟 然後還有一隻黑白狗 然後進去真的看到三個廁所 對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然後窗戶望過去 就真的有看到飛機降落 然後他們在那個沙灘上面這樣子 後來就證實說 卡梅倫講的沒有錯 他的前世記憶都還在這樣子 對 這好特別喔 那卡梅倫講的時候是幾歲 六歲 六歲的時候講的 對 所以他不知道等多久才投胎 對 因為如果他是六歲 不知道他在他的前世 是活到幾歲 至少我們知道他孟婆湯沒有喝 一定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西洋也有孟婆湯 然後其實有一個報導 就美國的科學家他有研究 冥界的換算時間 跟我們陽間的換算不一樣 就是說在冥界的一年 等於我們陽間的九萬天 九萬天 我們一輩子都活不到 九萬天 我們一輩子大概只有三萬天 對 所以常常有 我們的信眾問我說 那個他們祖先都已經一百八十年了 應該去投胎轉世還是去 已經去當人 不一定 有時候在在地府等投胎 要等很久 這樣就好 對 是 那可以插隊 插隊 送禮啊 插隊可能 插渡吧 插渡可以 家裡的人要稍多一點 對 因為如果你看像 司馬中原講的這樣子 他是躲在桌子底下 是 所以我們如果有一天去的時候 看看有沒有桌子可以躲 不過這個司馬中原他在當時的玫瑰之夜 這個講故事 有很多故事 其實是很經典點 對 那這個志文剛好也是製作人 有沒有什麼是可以分享那些故事 有啊 我們來講一個 他跟三毛的生死之約 這個也很現實的 他實際上他說三十三年前 那麼司馬老師 她媽去美國 那時候跟她一個人在家 她的學生教很多 其中有一個是當瓊瑤的編劇 來家的 很好吃 館兩罐酒 那這個人覺得說 那好 那他來回寢 也找了黃冠 那時候黃冠就老冠 黃冠出版 找一個編輯 讓人吃飯 你吃飯那時候吃海膳 他就覺得三毛要來啊 我知道他回臺灣啦 要打電話 編輯說 哎呀 老師啊 這個下一週 我們一起找三毛 我們兩個呢 再一起作陪 再吃一頓 哈哈 真開心 回去之後 這個司馬中原太兄 一定要把這個三毛打一個電話 電話量都沒接 對 其實他不瞭解 後面 其實是那個三毛按老頂拔下來 排仔拔下來 肌中一肌 粉碎性骨折 對 然後他就說他呼吸都會痛 那呼吸很自然 他每呼吸都會痛 他覺得沒意思 晚上這樣 他都還夢到何熙 他們老公 往生的那一位 說要勸他的手去天堂 這後面他們才知道 那時候司馬中原他不太輕 而想說沒關係 我明天再打電話 半夜你睡一陣他說半夜三更 也計算時間 他說他的那個窗前 突然他的窗簾飛起來 司馬中原的窗 他的膛門其實是上下 上面是氣窗 會比較整條 他覺得怎麼可能 窗簾會飛起來呢 他還在想念 他的被子飄上來 還沒反應 他說一個全身穿白衣服的女生 掃一個站在他的床尾的木頭旁邊 這不是三毛嗎 他把他回兩個 沒說什麼 沒去 那時候看他看時鐘就是 瞬間就消失了 對 瞬間消失 半夜兩點零三分 他起來 馬上快點 寫一篇文章就叫半夜兩點零三分 隔天新聞就一直報了 因為發現到三毛 往生的時候 其實他在廁所自己上掉 所以他真正時間不清楚 但是只有司馬中原說 他就是兩點零三分 當他往生的時候 第一時間他就回來 跟司馬中原老師 司馬老師講 他要去離開了 要去找夫妻了 對 他不能再跟你吃這一次的飯了 那一天就是一九九一年的一月四號 所以那一天也是三毛青生的晚上 沒有 對 然後他那一天晚上跑去 司馬中原的夢裡 對啊 然後司馬中原看到他的飄在那裡 是啊 對啊 所以那個什麼窗簾飄起來的時候 可能是他進來的時候 有可能 我覺得奇怪 他有時候飄起來是要展神威秀還是怎麼樣 那個那個大哥你這樣講沒錯 但是我們後面 比如看到原月四號 對嗎 那時候我們都還沒倒起來 後面才知道說 你看其實是他們兩位 因為他們就是四號相同 互相欣賞 他們有一個 作家 生死之約 你說 以後誰先離開 要把死後的世界 讓他的朋友全知道 結果你知道嗎 你看我剛才好 三毛是胸部沒辦法 那個呼吸嘛 我們的大師 外頭後面也是 沒辦法出口 往生 同天 三十三年後的 一月四號 他們是同天 都是一月四號 這個好巧 所以他這個生死之約 你想不到三十三年後 他們之前講的 好像一個口頭的約定 他全台灣都知道 你說說這樣 這補出去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還真知道了 還真辦到 那會不會現在他們 其實兩個人已經見面了 對啊 老公也吃飯了 小切 特別特別 是 那 師父兄 是 這個據說 這個司馬中元 還講他在部隊 當軍官的時候 發生了離奇的事 一個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們 他要下去 大師怎麼可以下去 什麼話 那以後我們的來賓 都不下去了 大師不下去了 你那時候我的小朋友 你知道嗎 他來也很神奇 就原來才知道 他也會吸電 那譬如我們錄音 我們是不是要掛這個麥克風 那時候是Audio上的音控師 因為我們那是叫橫錄 你說這個單元 我一個月四季做那個錄 錄那時候那個麥克風 那個麥克風的 那個要裝電池 都正式的 不然你看他腳 導播就不開心 他說沒兩股沒電了 音控師說 奇怪 怎麼會這樣 剛剛新裝的 他打開的 不是留下來的 就像莫非老師會吸電 他這個不稀奇 因為一斤兩天 去參加中廣 中廣 人家就說老師要來 我放一個卡帶 那裡是恐怖的背景 結果說放出來 好像蚊子生 人家拿出來檢查 撈到旁邊說 又過腹 又生好 恐怖的 那也很奇怪 對 所以說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他那天說的故事 我現在記憶有心 他是當軍人 對 一陣上尉 旁邊隔壁連有一個雞同兵 冬基兵 因為那時候冬基沒想到我們這麼多 因為冬基都流氓 這個年輕冬基 日來之後 因為他國小三年級 讀書讀書 故意故意 你說冬基 那四官長都要幹 他說不是說 他們聽說你們很厲害的人 有什麼囤肥或什麼肥 腳沒手 你想要電一下 對 故意人他就都不去跟他說 不去跟他說 都經常叫他去出操 沒有 落陣 立正正好 但是有一天 他們收到報隊收到一張 嘉義祭司公會 一張公文來要幫他親家 因為他們做一個大型的財囚 要請他回去跳檔迎神 教堂跟人長家叫過來 我告訴你 部隊裡面產有產家 室有室家 商有商家 沒有這個跳檔的教 這就是室家嗎 對 但是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不知道是怎麼 聽到之後整個香腸就倒下去 你知道嗎 口吐白沫 你看 為什麼 但是他隨時又起來 起來 眼睛就變得很大 就開始咪哩咕嚕說一些話 你知道嗎 作兵 洪玉大哥不知道 他有知道嗎 你說你是金空 雞小 他會去做 輔導長 都叫輔導長來 帶一段時間去聽 咪哩咕嚕咕嚕 聽久了 這可能是英文 好 呂布 有一個台大外文系的業務 是把他找過來 來人你聽 聽 奇怪 怎麼還有一個 叫台大外文系 有一個陰 這個沒有特色的 可以說英文 對 當然說英文 對 這個後面你看 聽到奇怪 那個All right All right 好的 All right 有一個輕 你知道嗎 他說這個怎麼 怎麼可能會影響 他說報連長 聽不出來 不行 那就解決 然後就聽 搞了很久之後發現 他說現在講話 這一個不是那個雞同兵 他是一位美國人 他是美軍顧問團的隨軍牧師 叫格力漢上衛 他都報到清清澈澈 你知道嗎 他說他在那邊 在台大外文系的 對 山壺潛 淹死的 他是受到土地公之託 來跟他請將 他這樣跟他改遷 連長這樣會痛 後面這個大事 Sakura一個 Sakura一個 那時候就頂了 後面是這樣子 當我們司馬中元 那時候他是吳上衛 聽到這個消息 他說他也是 寒毛直樹 我們家弄說這筆個代表 寒毛直樹 為什麼 因為他認識這個格力漢上衛 他當時在那邊 死掉那個 對 因為為什麼他有一天 就是他們放假 你知道嗎 古早比較鬆 你知道嗎 中心的吉普 可以塞出去 那時候不後 就孝級的 衛級的去山壺潭 十二點到他說 現場怎麼哄哄哄 三四台救護車 問一下才知道 在去有人在那邊 軍人 游泳 利弊 還沒起來 打撈 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撈起來 外國人 還沒想到那個 飼料再看一看 胸章就知道了 對 發現就說 他就是隔離漢 隔離漢 上衛 他說他那時候就是站在旁邊 但是那是死體 你知道嗎 所以他一聽就說 那真的是有靈魂這個道理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但是宏益大哥剛好 對 要儘管告一下 消失 我在想說 當季如果要放到 可以現場起床 讓人家說 就說話了 好帥 主帝 新的說 季若無准 讓人家你出現 射陷 台語不需要休息一下 好 那志文後來呢 這個問題很有趣 你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土地公要請這個阿嬤 來上這個基督的聲 為什麼 其實也有說我其他的冤魂 對 為什麼 因為這個基督只有國小三年級 不可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 才可以證實 所以要證明 他這個基督是真的 這個很有意思 那但是你剛剛學那個英文 可不可以多講兩句 我六個 好 那另外還有一個是 計程車世界的故事 對啊 因為他剛去 這是另外一個 因為我那時候是七十一 七十一二歲那時候 不同的節目 他又講了一個故事 這個代表他在轉型 因為以前是做鄉野奇壇 我們現在流行的都是叫都市傳說 對 人家這個大師他會隨著時代做更迭 變化 以前騎馬後來要變計程車 對 有一次是這樣 他說他早年的時候 有些時候都要受邀去演講 因為有一次就是要到臺大附近 他在新店那時候就 帶一台這個客廳車 他說他要走這個辛亥隧道 他就想說他以前是穿長袍馬 很高重的 又帶一台廳 看不太清楚 那個司機沒什麼要在 但是為什麼不在 他才跟他講 他曾經遇到一個靈異的事件 但是我們又話說回來 那時候辛亥隧道 我們現在聽到常常你走 都沒什麼遺憾 以前比較遺憾 以前是怎麼樣 為什麼辛亥隧道叫辛亥隧道 他是紀念辛亥革命 因為民國六十年開通的那一年 就是辛亥年 因為六十年那一回是 所以說他辛亥是不是死很多人 革命先烈對不對 他剛還蓋在那個地方 上面就是亂藏鋼 是 亂藏鋼上面都住一些 旁邊還有一個兵 對 所以說是死人 死人 死點你弄來弄去 所以他們常常會出來 我印象當中 小時候經過那邊 還有燒值錢 大家不知道還有印象 那就是真的很恐怖 所以那個司機是說 他本來不信 但是他有一次晚上九點多 他說這組我還在過 我就要睡覺很晚 就經過台大醫院附近 有一個黑衣的 黑衣女 年輕年跟雜車 對 去哪裡了 他說過辛亥隧道 那他想說 羅斯福路可不可以 洗那邊他就不答應 那邊就走嘛 不說我好像跟你繞遠路 經過辛亥隧道 他就說七十幾塊 七十塊 他說他沒帶錢 他進去家裡拿給 拿給司機 他說好 他就看他下去 開門喔 立起這樣 沒帶錢 等十分 超大 超大 奇怪 你想說不可能吧 你再進去 走後來要問出去 真好意思 他就起來 把他扣扣扣 裡面一個阿桑走出來 他說什麼事情 他說我剛才看一個穿黑衣服的 十五個小孩 走進去 他說這樣 車錢的時候 對 他還知道 拿一百 新台幣 一百塊 他說機台不用走啦 他想說沒有 我剛才是不是有一個女兒 小孩立起嘛 他說七十塊 他說沒關係 這不用走 因為這兩天 他也是有回來 因為他女兒子 他就說這是他女兒子 上禮拜 台大朋友 台大朋友 難產甩掉了 他剛剛說 上一次 他回來 他有時候他知道說一百塊就能走 他上一次那樓是白長的 就是一個要收錢 收五錢 對 後面拿一百塊 他三十不用走 算說讓你紅一下 他就說 不好意思 就是這樣 這個故事就把他流傳出來 所以他已經走了 走了 載到 他載到阿飄 這講辛亥隧道 我也是很有感覺 因為我以前練四星 然後我有一陣在 復興南路那邊上大 妳不是讀高雄工專嗎 海專 高雄海專嗎 他差大考到四星 然後民國八十三年 我還記得 就是那時候 那一年我在一個KTV打工 然後我是上 就是上到晚上十一二點 那我回家的時候騎 騎經過辛亥隧道 因為辛亥隧道 它是單巷 就有開過的人都知道嘛 你去就是一個 回來就是一個 他不是一大個隧道 然後雙巷 就跟雪碎一樣 那那天我就騎摩托車 騎著我的小弟 然後我其實我也是 萬般不願意要走那裡 但是從那邊回去 回去就是木柵真的比較近 你不用繞羅斯福路 那因為我在復興南路 那天就想說好懶 還是不要走羅斯福路 我想要趕快回去 結果我騎摩托車 你騎進去的時候 你就覺得速度會特別快 因為風 他有一個風切嘛 這樣子 反正就是 你要回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有人推著你走 可怕的是什麼呢 因為他的每一個 他的隧道都有寒洞 就是有洞 你從這邊可以看到那邊 對不對 那政大哥 我這樣騎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哪來的靈感 我就往左看 看那個寒洞對不對 我就看到一個長髮的女生 他是用飄的蜜巷 我這樣騎 他是這樣過來 我那時候真的 吹到油門 吹到那邊 那邊垃圾 但是就是太可怕 然後我騎出去之後 就突然聽到一個聲音說 恭喜你出隧道 你知道嗎 恭喜你出隧道 這樣子 為什麼要恭喜你 我怎麼知道 他可能要 你要問啊 他不敢問 他就趕快跑 對 然後重點是我明明上班前 才加滿的油 對 結果出隧道 之後那個油 倒閉了 倒閉了 那你知道我去加油站加油嗎 我擺思不得氣的 怎麼可能 是我的摩托車漏油嗎 後來去加油的時候 那個要加油停車下來 就說你後面的人怎麼不下來 這樣怎麼加油 結果我在想說 加油站的人是跟我開玩笑 我說我沒有載人 好好好 沒事 他可能像那個媽媽一樣 就已經很習慣 習慣看到那個 有些人他有陰陽眼 那他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人還是鬼 所以那時候就 加完油鼻子摸摸回家 該鼻子趕快睡覺 太可怕 這樣喔 對 我們現在休息已經很高 所以 好 那 那Tag 你說司馬中原 你最最深刻的是找鬼的詩記系列 剛剛那個司復大哥在說的時候 我整個起雞皮疙瘩 因為其實我們是不同時間 跟Yuki Reiko 現在叫起雞皮疙瘩 以前叫寒毛之術 然後剛剛司復哥在講說 他講的那個故事 就是我當時開始認識司馬中原 爺爺的那個故事 所以他當時 他當時最有名就是那個 司機著鬼的系列 還有很多個系列 但是他當然就是 如同那個志文哥說的 這個司馬中原爺爺 我們應該都稱他為爺爺了 他就是真的很會隨著 當時需要什麼 他就會加什麼 他當時這個系列 除了剛剛比較恐怖的 他其實也有加入一些比較幽默的 他當時還有一個這個鬼司機系列 叫做找什麼鬼 找你搞什麼鬼 就是他講完之後 其實他就是一個好玩的事情 所以他的鬼故事 有時候你說信不信嘛 你真的就是看你自己 你願不願意 然後我以前我就只知道說 其實我一開始是不認識 司馬中原爺爺 我一開始是認識司馬湯元 因為那個時候是 國子賢 對 全民大門國 那時候在模仿他的時候 然後他在模仿的那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這個人好像滿有意思的 我才去搜尋這個人是誰 然後沒想到我當時搜尋的第一個故事 就是剛剛志文哥所講到的那個找鬼的系列 這樣 你剛才有什麼鬼故事可以分享嗎 我的就是在飯店裡面 因為可能大家知道我比較常出門 有一次 但這個不是我遇到 是我朋友遇到 那反正我們就是一起去住飯店 住飯店的時候 當時我的朋友就說 因為他比較怕吵 所以他希望能夠在房間 可能是在走道的中間 不要在電梯旁 也不要在側邊這樣 那因為以前我們常出門的人 都會知道說 選房間 千萬不要選邊邊間 這個是一個飯店傳說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 但是當下我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他就只剩下 電梯旁邊的那一間 跟最邊邊間 那我的朋友 他是屬於前面的人 他就說電梯旁邊 通常真的會睡不好 因為飯店的那個隔音都不是太棒 對 我們就選擇了邊邊間 OK 選擇邊邊間的時候 我們就兩張床 兩張床一開始 進去也不覺得怎麼樣 我不覺得怎麼樣 我的朋友門一開 他就說這間怎麼那麼冷 不知道在冷什麼 那我們就只想說 可能只是冷而已 我們就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好 進去東西放著 我們就去逛街了 逛完街回來很累 我洗完澡我就睡了 在睡覺的途中 我的朋友他起來了 因為他一直聽到 有人在拍打那個窗戶 那他就覺得很吵 一開始我們覺得 應該是風聲 他覺得是風聲 因為我們住在三十九樓 所以應該是風聲這樣 好 他就想說應該是風聲 他也不覺得怎麼樣 結果躺下去 又一直拍 但是那個聲音就是 力道也不是太大 也不是太小 但是就是聽得到 一直在拍打玻璃的聲音 後來我那個朋友想說 那我來看看那個風到底是有多大 他就把那個窗簾一拉開 他拉開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也沒有覺得怎麼樣 就覺得感覺外面很安靜 也沒什麼風 但是他一拉開的時候 那個拍打窗戶的聲音 沒有了 他就覺得可以睡覺了 他就跑回去他的床上躺著 五分鐘過後 又開始拍了 這個時候拍的時候 窗簾不是已經打開了嗎 他就睜眼一看 你知道他就看到有一個手掌 他就這樣哈氣 哈完之後 那個手印就跑出來 然後就這樣一直拍 拍一整晚 好 他拍完之後 他一看到那個場景 他就把我叫起來 他就說我們換房間 然後我就迷迷摸摸 我說換房間是怎麼樣 他說風聲太大 換房間 他睡不著 我就說好 他就打電話下去 給那個櫃檯 櫃檯就問他說怎麼了 他說房間太吵 我要換房間 然後櫃檯就馬上立刻 就說我幫你換 東西趕快整理整理這樣 我們就東西整理整理 我還在一臉懵 我就想說到底發生什麼事 朋友就說就是風大太吵 我們就直接換 換完之後 當天當然我朋友就沒有睡了 我就問他 我說到底怎麼了 然後他就說 你還是不要知道好了 你就等你回來之後 我再告訴你 要不然你在那邊 你可能整晚都睡不好 那我這個就是屬於 比較鬼鬼的人 我就跑去問櫃檯 我就問他說 我們換房間 我朋友有沒有說 是什麼原因 然後他就說 沒關係 你也不要知道 因為你們不是第一組換的 然後我就說不是第一組換的 難道是 然後那個櫃檯就說 對 就是 他說你也不要知道 反正你就換好了 不要知道就換就好了 因為當時這真的只剩下那一組 你沒辦法 你就只能選擇 是 對 好 那麼 這個今天也邀請到謝老師 謝老師 你以前也常常參加 常常參加這個節目嗎 我跟 我們那時候叫司馬老爺爺 老爺 因為大家年輕的 那時候都叫他老爺爺 那時候是志文的節目 那個時候神出鬼沒的前身 叫神通鬼大 對 那時候他有好幾個單元 其中有個單元 我記得我們晚上半夜的時候 我們要 就是製作單位會載我們出去 但其實他沒有跟我們講去哪裡 就是他可能到哪裡去 好 今天晚上先到這邊 然後之後再到哪裡去 然後旁邊就會配一個師傅 今天師傅就專門畫圖了 你要跟他講形容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是長怎麼樣子 穿什麼顏色衣服 然後他就畫出來給你看 這個頭髮不行 要改成什麼樣 他就開始幫你修 修完之後 到你確認都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到攝影棚裡頭去的時候 那棚裡面我們就會有一個單元 就是其幾個單元 一個是司馬老爺講故事 然後一個單元就是 他必須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然後他就說 你知道那天去的是哪裡嗎 那我印象深刻有兩個地方 是很特別 第一個地方 其實我去的時候 因為是很晚 那你大概看不太到 就只聽到水流的聲音 然後當時其實 反正後來他就畫了一些 我就畫了一種 好像是女學生 然後頭髮衣服穿黃色的制服 然後後來他說 全部都是學生嗎 我說沒有 其中有一個看起來是老師 他們就很驚訝 他說有老師 那老師我畫給你看 他是 大概我說長什麼樣子 他就畫出來 然後之後我印象很深刻 後來在棚內的時候 他突然跟我講 他說你知道那天晚上去哪裡 我說我不知道 因為你們都是直接再去這樣 他說那天去的那個地方 就是外雙溪 當時你看到那個學生 你不是說有多少個學生嗎 我說對對對 他其中有個老師 他說其實當時就是因為 外雙溪那時候水的關係 不是一下子就很多學生 然後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老師就走掉 後來我印象深刻 還有一次就是到殯儀館 這個也很特別 因為當時就是 大家都說大遠空難 那時候飛機失事之後 那其實說真話 其實我們那天晚上就出門 所以我們也並不知道說 到底他怎麼樣怎麼樣 又送到哪裡去 但我記得印象深刻 其中有一站是到一個殯儀館 然後進去的時候 我說他說老師你看到什麼 我說 我說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這麼熱鬧 我說我記得我每次去各個殯儀館 很少看到這麼多人 然後後來他就說 那你看有多少人 我說不知道 他們都是不是很完整 然後都是在那裡頭 非常多人 後來經過一台 我印象深刻是因為經過一台 類似救護車之類的車子 然後經過的時候 他說老師你看一下 我說看一下 我說裡面有一個人 大概只有半截 只有半截 穿西裝這樣 只有半截在裡頭 後來他就依照我們講的 之後形容畫出來 那印象深刻是在攝影棚裡頭的時候 突然間他說 那天去的那個地方 就是大猿空難 當時屍體再回來 去那個地方 那你講的話的那個人 你講的那個人 只有一個人 我們找了所有的人 只有一個人跟他 你的條件是符合的 叫做徐遠東 當時的中央營養總裁 對 因為他 因為當時下來之後 都散掉了 只有他因為系安全帶那個 所以只有他半身在那個地方 可是他沒有臉 怎麼會知道 我不知道 是他們把說當天在那邊說 所有條件符合的 剛好是他們後來才跟我講 原來他們那時候 找到都送到那邊去了 然後你說的那車子裡頭 那他們找裡面就是 因為新聞 他們可能現在新聞有報 他就說跟你講的條件符合的 就只有這個 其實徐遠東是我們 臺灣非常好的金融人才 他在臺灣銀行 在中央銀行待過 中央銀行做到總裁 他出國開會 那個真的是非常慘的空難 好 等一下回來 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閒一下 請 謝老師也跟大家要分享一個親身 在電影院廁所的這個經驗 這個是因為我們當時做各種靈異節目 其實有時候他們做到後面 其實你就是覺得已經沒有什麼 就要開始改變各種不同的型態 所以當時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就變成他可能發了一段影片 然後我就必須講這個影片裡頭 有什麼樣的情形 但是他會請一個專家 專門挑戰我所講的所有東西 那這個專家他就坐在旁邊 然後我可能講這個 可能因為怎樣怎樣關係 所以出現了 比如說因為他經過的時候 照理來說如果他是假的 有眼的 鏡子會反光 所以我就會看到反射的光影 可是因為他如果不是 是真的單純在外面出現的話 尤其是高速行駛的 像類似高鐵這種快速的這種車 他出現在外面 而且沒有任何反光的光影 那有時候我們就這樣講 就這個我們就認為 他有真實的可能性 那當時當然另外一位專家 他就一直他就 反正我只要講一段 他就一定要講一個 他連他就說 嗯 他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他後來就是後來他跟我講 因為錄完了 錄完之後他就跟我講 馬上跟我道歉喔 馬上跟我道歉 他說老師對不起 因為是因為製作單位要求 我一定要這樣 其實有時候我就是覺得 因為我自己講的有點在凹 一個凹 那他就說 因為我 為什麼我會相信 因為我親身遇到一件真實的事情 這時候他開始跟我講 他說三重 三重那時候有很多的戲院 其中有個戲院很有名 因為當時發生火災的時候 通常我們一般戲院後面有一個 就是廁所 他會有一個燈 那另外還有一個逃生 出處那個地方 也有一個燈 指示燈 當時因為發生火災 很多人就往 開始往有燈的地方跑 哇 往後面噤噤噤 那麼一打開之後 不得了 所有人就硬往裡頭衝 前面有的人 就是在那個過程中被推倒 那後面不就硬擠上去嗎 硬要穿過去 所以當時也有人被踩他死亡 然後進去之後 後來因為發現不對 一進去發現是廁所 沒有出入人門 所以當時有很多人 又要開始擠出來 可是外面的人不知道 又要往裡頭擠 所以在那個推擠過程中 很多人沒有出來 就後來就發生火 再之後就被火燒死 那一趟 那一次 大概燒死非常非常多的人 他們是知道這個事情 不過因為戲院後來轉手 改裝 那你不會想到那麼多 所以他去看電影的時候 看完之後他就去上廁所 那你也知道 就學這種科技的這種東西 他其實也不是那麼相信 所以他覺得就是來看電影 而且票便宜就好 好 電影好看就好 所以他上完廁所 就去洗手台洗手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人在眼睛 因為前面都是鏡子 你眼睛浴光的時候 如果鏡子有人走過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看得到了 所以他在洗手的時候 他發現有人走進來了 在那一瞬間 他本來要抬頭看 但是他在一抬頭 剛動的時候他發現 從他漁光看過去不是人 是一個全身被燒焦的一個人 人影 然後從外面飄進來 他說他那一瞬間 他不敢 完全不敢抬頭 他只敢用漁光去瞄 瞄那個人 那他就看著他飄過來 飄到他的身後的時候 他真的全身都 幾乎基本上都已經動住了 你知道他飄到身後之後 穿過之後 旁邊的這間廁所 他就進去了 誰進去 那個阿飄 阿飄好兄弟進來 叫他出來 讓我看看 沒有 他說 老師為什麼他飄進去的時候 我說他飄進去的時候 門也沒有動 他沒有開 他就看著他這樣穿過去 當時就眼神 完全就是要用個假裝 完全看不到 可是你又很想要 去看他的那種神情 然後在那邊 假裝洗手 他說那個是他親身經驗 所以你要說 所以他跟我講 他說 你要說不相信 或者是沒有的話 其實即使他像他這種 他也沒有辦法去解釋 對 原因是這個 廖老師 這是你今天帶來的照片嗎 對啊 來 這個是 我是忠實觀眾 因為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還是學生 就在看那個玫瑰之夜 他有講到這個靈異照片 我最喜歡看那個 有一個好像攝影師在反駁 這個不是靈異照片 然後有一個老師就說 他是靈異照片 那這個我印象很深 就是說 我都會去看這個靈異照片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其實很多觀眾 寄過來的靈異照片 都是真的比較多 真的 像這一張照片 我就印象很深 為什麼 因為它在我們宜蘭的 北宜公路 對 然後在那個 上興花園 那邊有一個上興花園 然後的路口那邊 對 那因為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知道這旁邊 這個是一個阿飄 因為他沒有腳 你看他穿長褲喔 可是他沒有下半身 旁邊那女生不是人 但是他的靈體 還有這個膚色有沒有 就是正常人的樣子 對 這個是剛往生不久 你說這個嗎 對 這個他腳沒有腳 而且他的手是伸過來 他是不是陷在土裡面 不是 他的手伸過來 他的手是伸到 車子裡面 車子裡面握著方向盤 而且我們這個 因為有反光看不太清楚 我記得那時候節目的時候 裡面其實 車子後座還有坐的一個男生 還有一個男生 都是阿飄 所以這部車子 我覺得就有一點危險 那他為什麼要來這部車 因為有時候 比如說他呈現他沒有腳 或許他就是 也是車禍或意外 喪失生命 然後腳不見了 對 那比如說他現在上半身 還這麼清楚 還有那個臉的輪廓 這個都是剛往生不久的 我們人剛往生不久的時候 你的形體都會很清楚 然後根據這時間 越來越久 他就會越來越透明 甚至那個 就會變成灰土色的臉 然後沒有眼球 OK 那這是你嗎 這不是啦 這不是我啦 我是看節目 曾大哥 曾大哥 休息一下 好 來 先進觀看 這個是志文雄拿來的書 對 這個是鬼話連篇 然後玫瑰之夜 因為這樣還出書 是啊 會都三四十刷 以前那樣很多 很多了 一刷幾本 他那時候大概好像兩三千本 兩三千本 那你就幾刷 三四十刷 三四十刷 七條 這樣幾十萬本 這是彭佳佳 對 其實那時候還是真的是年輕 對 年輕目秀的 年輕目秀 那時候鼻孔現在跟現在一樣 差不多 對 沒變 沒變的就是鼻孔 這是曾慶宇 曾慶宇 香港小姐 現在不曉得大約幾歲 如果還在 現在應該還在 還在啦 就好 就好 還很四眼 對 對 好 那你剛才要說 這張照片 對啊 我要這樣 補充一下 這張就是我那時候 在做負責那時候收到的照片 跟大家 不好意思說一下 我有職業傷害 這張也造成我一點傷害 就是說他印象太深刻 所以不知道你們還沒看清楚 就拜託 不要看那位小姐的眼睛 因為我那時候看了一眼 到現在還記得 你不要管 為什麼就真的不要看 對 那那時候我收到的時候是這樣 是他爸爸 這個妹妹的爸爸寄過來的 愛附了一個照片 還附了一張底片 這樣是不是可以幫他照片 你不講 不覺得 你越講越覺得可以 然後呢 一走過來 這隻車就是他們家的火車 然後他寄過來之後 因為我都說 你如果是真的靈異照片 你要附底片 對 他寄過來之後 我每個看都看他 看他誰的雖然不工整 但是提議很清楚 他說他們就是要去宜蘭 中央在休息那時候停下來 他們十五個兒站在頭前 站在車上 因為就在自己的車上拍 拍了也很高興啊 是回去追照片的時候 他後面發現 第一個現象就是說 這個褒雷 因為他一直翻拍 再翻拍 因為我們沒有勞原版的 裡面就是有人 就跟那個有座人 那時候我印象當中 當然他反光出來 就是白白這樣 房屏這個一開始 我們看的時候 我說不知道是哪邊 太明顯了 你會想說可能很多 但是每次你就順到 他的明顯可能比較親 就是原住民 應該不錯 看到後面就有人 都會這樣丟一個 他沒腳 對 那沒腳 你看他的構圖就是 沒有 因為一般也不太會這樣 一般有些是裝醫師 不然有些他就不知道 那處理一下 你覺得他就是那個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現現 後面那個 我們就是那個 林學老師兩個 林學 這張照片呢 他就說他會跳 後面跳就是靈異 他說跳得動不動 那那個 我們的那個暗房的照片 從科學角度再看 他說這一張 如果不是那個小姐旁邊 阻著拐杖騰空 有沒有 他一斤不是在裡面 對 一定要撐住 除此之外 他完全沒辦法解釋 不可能啦 那也撐不住啦 我其實我問他 老爸 他女兒不是在那裡 我說 對 我說你們女兒不知道 都被拐杖騰 他不是說看書 都沒有了 都沒有問題喔 我說 那你那時候 有沒有看到這位小姐 他說 就是沒看到 我才寄給你們看 對啊 所以到現在還是記憶猶新 那最後請教一下廖老師 你剛剛講說鬼門關 有人其實進去又出來 為什麼他有辦法 就是小時候 他是在我們隔壁村 Tag要不要知道 有 我在記筆記 對啊 在隔壁村 台灣還說這個關係重大 你要先包包 真的嗎 對 那個印象我很深 就是那時候我還小 那隔壁村 就是有一個長輩 就是我很小 他大概是三四十歲 以為是長輩 就過世 過世他們家半傷 可是一直不敢入 不敢入練 不敢入練的原因就是說 他們家人發現 他的身體都還是溫的 雖然沒有心跳 身體溫的 腳底溫的 頭都是溫的 然後都沒有變硬 所以他一直不敢入練 然後就拖了蠻久的 頭七八糟 二七八糟 三七糟 怎麼又是熱熱 溫溫這樣 心頭溫溫 那後來呢 就是有人守靈嘛 到半夜的時候他坐起來 然後守靈的人尖叫 他就說 怎麼了 怎麼了這樣子 他就說 你放心 我還沒走 然後他就講說 其實他有 已經到地府了 就是 走一趟了 我們剛剛講的黃泉路走一趟 可是當初帶他去的是 牛頭馬面 然後呢 他到地府之後發現 同名同姓 他說抓錯人了 對 同名同姓抓錯人 然後再放他回來 再放他回來這樣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去過地府之後 他看到 我們家從小時候 阿嬤都說晚上不能吃紅菜 他就說他去看到一個雪池 就是有人難產或產餓過世的 女性都要泡在那個雪池裡面 那雪池的旁邊都是紅菜 對 所以我們家就晚上不能吃紅菜 所以名字不要取很普通的 對 才不會被牌抓這樣子